现在我们来重温一下谈结构墨线施工程序的重点 每次使用工具之前,必须再次复合清楚确保所有工具的准确性 所有良多工具都一定要定期测定和做好维修保养 施工之前,工友一定要检查有关最新的施工图纸 工友要清楚了解有关图纸之间的互相配合 要用全站仪互相复合政府的三个测量站,确定坐标数据准确 才可以用它来开出新的工地坐标 要用水平仪相互复合两个政府的水平基准,确定数据准确 才可以用它来开出工地通光水平线 要用一次性来开线,以避免累积误差 当做安眉五层楼时,要用雷射水准仪复合十字通光线 以确保它的准确性 必须要把泥土压实之后,才可以打木尖或者铁枝 板面上打水平丁,之间的距离大约为两米 每次谈完墨线后,工友必须自己先进行复合 然后再和工程间里一起验收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,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,上下一心,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,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饰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